在Martin逗留了36個小時之後 我得離開這裡啦 前往下一個站 今天的天氣真的是 不方便走路其實 就是一看到下雪我整個人都懵了 不過還是得走的 就是太過注意周圍的風景了 那個雪景 導致我忘了轉這個 就是後面那個彎 我就是直直在走向古鎮那邊 所以呢就浪費了兩公里的路途 現在倒回來走 應該是直接應該是可以走到車站的 今天不懂怎麼搞的 平平走錯路 不過後面就是Martin 就是我希望這條路應該是對的 已經耗了兩個鐘頭吧 不知道哪一個人他把那個巴士總站的地標給標到亂七八糟的 現在到了巴士總站了 然後呢我是從這座古城裡走過來的 我身後這輛車就是能帶我從Martin去East Room的 好了在East Room見 八十六點半 準時離開 現在我們緩緩的 離開了Martin 奔向East Room 哇照亮的Martin還不錯看 現在凌晨兩點了 剛到車站 通常這些夜班車我是不會去預約酒店的 找到了一個角落讓我先坐到天亮 在車站等到天亮 現在是第一班車 這個景城 好難拿我的遺體玩 房間開箱 我付一百九十里拉 就是 不錯 他給我一個 room upgrade 還有一個 廁所間 好久沒有 自己享受一個廁所了 上了德士司機 現在 他分的七 足够是十一 九 對不起 現在我們奔向Paledokan滑雪場 啊 到了 Paledokan Erzem的滑雪場地 先帶你去看看 如何買 他的Ski Pass 這就是 售票處 這就是他的價格 在這裡可以租用他們的一切的設施 據我 了解 是 一百八十五里拉 全桃 這個類似太空艙 就好 就是他們的餐館 這就是他們的滑雪場地 在這個太空艙 類似的建築物 就是他們的餐館 餐食還不錯 就是不是說 砍人的櫃 就是 食客 自動扶梯 那是 Ski 哇 現在的天氣還蠻糟糕的 就是 在糾結 要不要 去 到底今天要不要去火花火車 是 把今天的流程 給 弄得詳細 然後明天才來 大幹一場 先把我的 衣服給拿了 好啦 這 走上去 啊 我覺得自己 好無用喔 一直釣 一直釣 怎麼都做不好 啊 弄得好狼狼狽喔 啊 真的 以後就 不想了 不想滑雪了 真的是累到 啊 加密 再把它 下去 writes 哈哈哈 人 firefighters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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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